位于南投市光辉里的神浮路 长期以来路面未做改善 加上路面有不平整等现象 而此道路又是地方居民 经常出入的道路 对此在经地方澄清后 县远林如阳南投市长张嘉哲等人 也协同县长许淑花前往实地会看 今天我们在南投市这些新富路 来看到我们新富路路面的改善 我们这条路面比较高 所以说我们很多民众都在这里出现 尤其在光辉里的乡亲使用度都非常的高 那早期我们这边两旁居住的民众也非常的多 那道路也不够平整 所以我们这个事工所这边也提出建言 希望我们把这个路面整理好 今天我们来这个会看 也确实看到这个路面不平整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会尽快来来改善 让我们在重新地区的民众有更好的路 县远林如阳感谢许县长对于地方的关心 特别率领县府团队前来实地会看 并运落改善 也期许在会看过后 能够减速的发报施工 感谢我们县府跟公所一起通力合作 现在在我们的光辉里的升幅路 那县长也已经决定要来重复我们的道路 这条路其实非常多的长辈在这边行走 那所以其实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 是我们给长辈一个最基本的需求 所以希望说 未来我们长辈在这边都可以健康 也希望我们的南投县政府 跟我们的南投施工所 还有我们的里长 大家一起通力合作 让我们南投的行车环境越来越好 南投市光辉里的省府路为里民必经的重要道路之一 经过会刊后 县长许舒嬅也表示 路面的平整性为最基本的要求 将会紧述的发报施工来做改善 以确保民众的行车安全 接着邱平俊南投市采访报道